0402台铁泰鲁格号出轨意外事发当下 有许多的警销人员一听到消息 就立马驾车赶往现场协助救援 其中也包含有许多的警易销人员来到现场帮忙 但是就有民间救难协会的队员表示 自己因为赶着救援而闯红灯被开单了 因此上网发文表达不满 4月2号上午台铁泰鲁鲁格号列车 在清水隧道发生出轨死亡事故 出现大量伤患急需救援 一收到消息有许多警易销 立马驾车火速赶往现场资源 为了抢救不少单位当时都闯越红绿灯 但现在民间救难协会却收到罚单 有人员因此上网发文表达不满 懒得去申诉了啦 你表达一条算了啦真的 抢救的生命比这些都是多的太大太大了 这不会因为一张红单就消灭了我们去抢救热情 该抢的该闯红灯的时候 势必我们还必须要安全的闯红灯啦 这我们必须还会继续在做的事情啦 华莲警方则表示 这张罚单是目前新装设的科技局政策速照相机所拍摄 因此就算是警销车辆违规也会收到罚单 并非可以刁难 那当这个民众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违规事实的时候 那我们警方一定会依相关规定 先来举罚 那如果当事人的确这部车辆是属于 我们因为0402被征掉的一个救难的一个车辆 那这个部分再请当事人检据相关资料 向我们的监警站提出申诉 我们警方会依照这个监警站的这样的一个申诉的案件 来做一些相关查证以及救急的动作 民众大会他们如果有处行被开单的状况 他们应该也咨询正常管道 然后开始用发文的方式给警察局要控队 然后去检布他们处行的记录 这样子应该才能够做一个测单的动作 因为我们自己的车辆只要处行 也还是一样都会被开单 我们都还是想要认相关车辆 都还是需要检布记录才能够测单 所以应该是要逼到这个模式这样处理这样 就能协会也强调 闯红灯的行为绝对违法又不安全 但当下后方一整排救护车辆都要过 因此在确认入口无危险后才选择慢速闯越 罚单的部分会自行吸收 但为了避免争议也已经请发文者测文 记者综合报导